早上好 欢迎收听早安新闻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刚才的视频新闻看了多少呢 别忘了你可以反复观看 甚至可以提前自己听写一下 然后再来听我讲的内容 这样就会更可学 咱们再来听一遍 诶别忘了第一件事是 如果你能今天早上直播课上完了之后 还能过来听这个节目的同学 今天有个福利给你 因为你很认真很努力 你只要在今天的节目下方的评论区 写上你在直播课当中的学号和名字 一旦不有确认了之后 今天晚上或者今天下午 我们要进行的揪音点评环节 我就会给你一个名额 怎么样开不开心 但是我一共就抽六个啊 所以大家最好这个按照顺序来 就是越靠前的就被点评抽到机会越高 好了这是第一个小礼物送给大家的 另外今天的内容呢 其实是今天早上和昨天早上直播课的拓展 昨天早上我上课的时候专门说了 我说前面他爸爸说的这段话 你最好作为课下学习的内容 有多少同学真的研究了呢 你这个小懒猪 我就知道这些小懒猪 所以今天在公众号再单独讲一下 在他的结束部分呢出现了 Tribulation 这个词比较苦难意思 而且这些牺牲的人 他们没有办法在今天和我们一起来 共同庆祝这个开心的时光 开心 想不想起来 昨天早上直播课咱们刚刚讲过一个同一词 就是他女儿说的 那个词想起来同学 别忘了在评论区写出来 好好复习一下 这段话当中呢 老爷子说了一句话 他说 很多人在当年的战斗当中牺牲了 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献出了 你听听是怎么说的 没错 没错 就说 拼写 L-A-I-D L-A-I-D Lay down Lay down Lay down their life 字面的意思就是躺下来的意思 躺下了他们的生命 就是把他们的生命留在了那 献出了生命 L-A-I-D L-A-I-D 抢夺 洗劫掠夺的意思 你可以模仿一下英式法音 两千多年来 这个小小的岛国 被那些赶来 企图瓜分他的人们 蹂躏和剥削着 这个躺下来除了表示 严肃沉重的 献出生命之外呢 还可以用来形容 生活当中一些 非常常见的情景 比如说第一种 有的时候 我们会在很多年前 把一瓶酒 躺在一个木头箱子里 放在个五六十年 再拿出来 没错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摆翻成叫做 沉酿的 躺在那儿的一瓶好酒 这是我爸珍藏的 开屏如何呀 开一瓶如何呀 躺下去的除了生命 除了酒 还可以躺下去 去钱 比如说把钱 都掏出来 都拿出来 就是把钱一个一个地 让它躺在桌子上 一张一张放在那儿 啪啪啪啪 所以他可以表示 花钱的意思 说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呀 另外一个好端语 把它带出来 意思就是解决事情 把事情搞定 说你叔叔花了多少钱 搞定了这个东西 刚刚在金马奖获得最佳影片 老先生最佳男主角也得了吧 那一个电影的名字就叫叔叔 你看了吗 我们来复习 我们来复习 一 我们即将结束我们的苦难 二 在我们欢庆的时刻 想脱口而出吗 我觉得至少要一百遍的复读模仿 但是老板说 音频节目的时间太长 会影响玩播率 玲玲说得对 但是我还想保证大家的学习效果 所以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坚持 至少模仿复读二十三遍 这一小节课的好词句 希望你坚持住 让我们互为动力 把这二十三遍的复读模仿 读好 小红花词句一 两千多年来 这个小小的岛国 被那些赶来企图瓜分它的人 蹂躏和喜结着 小红花词句三 小红花词句三 脱口出二十三遍 深蹲练习 礼拜开始 第一遍 这小小小的岛国 这小小的岛国 被判断了 和折捕了 它被判断了 我的父亲 怎么说我们开了 它被判断了 好多钱 你的叔叔 把这些赶来带了 来带了 这小小的岛国 这小小的岛国 被判断了 和折捕了 第三遍 第四遍 这小小小的岛国 被判断了 和折捕了 它被判断了 我的父亲 怎么说我们开了 一遍 多少钱 你的叔叔 把这些赶来带了 来带了 这小小的岛国 被判断了 这小小的岛国 被判断了 和折捕了 它被判断了 我的父亲 怎么说我们开了 一遍 第六次 第七 这小小小小小的岛国 被判断了 和折捕了 它被判断了 它被判断了 我的父亲 何故说我们开了 一遍 多少钱 你的叔叔 被判断了 第八 第八 第九 这小小小小小小小的岛国 被判断了 和折捕了 第四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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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了 加油 一半了 加油 她說 好 how much money your uncle laid down to bring this about sure this little tiny fucking island has been raped and pillaged it was laid down by my father what say we open one how much money your uncle laid down to bring this about sure this little tiny fucking island has been raped and pillaged it was laid down by my father what say we open one how much money your uncle laid down to bring this about should see this little tiny fucking island has been raped and pillaged it was laid down by my father what say we open one how much money your uncle laid down to bring this about sure this little tiny fucking island has been raped and pillaged it was laid down by my father what say we open one how much money your uncle laid down to bring this about sure this little tiny fucking island has been raped and pillaged it was laid down by my father what say we open one how much money your uncle laid down to bring this about usher this little tiny fucking island has been raped and pillaged it was laid down by my father what say we open one how much money your uncle laid down to bring this about usher this little tiny fucking island has been raped and pillaged it was laid down by my father what say we open one how much money your uncle laid down to bring this about how much money your uncle laid down to bring this about this little tiny fucking island has been raped and pillaged it was laid down by my father what say we open one how much money your uncle laid down to bring this about how much money your uncle laid down to bring this about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感谢收听 我是梁明洛 万般接下评 唯有读书高 修飞鸽只有短短几天时间 修造自己喜欢的吃飞鸽 因为飞鸽莫爪嘴 莫办法吃东西 他们只依靠储存在神体上的养量 维持神病 他们只有几个月的寿命 夜神很快就结束了 能比他们幸福多了 感谢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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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收听